这话像烟火似的,瞬间在桑芝脑子里炸开,撞得他晕头转向,他嘴唇张了张,却因茫然无措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心脏像是要从身体里撞出来,噗通,噗通,几乎要盖住那呼啸的风声,桑芝甚至觉得自己手心还冒了汗,在这仅有几度的天气里。 没等他想到要怎么回应,段嘉许不动声色地松开他的手腕,转过身,默不作声地站定到他的面前,距离在一瞬间拉近,桑芝猝猝不及防地错开眼。 段嘉许稍稍俯下身,那双狭长的桃花眼微弯,带着不知名的情绪,与他对视两秒,而后伸手把他的围巾往下扯,将他整张脸裸露出来。 小姑娘五官精致,嘴角不自觉上扬,唇边两个梨窝深陷,一双亮晶晶的,不自在地蔑开,又很快看向他。 因为过敏,脸上有些发肿,脸颊带着红疹,这么一瞧,反倒像是脸红了似的。 段嘉许毛色暗了些,喉结缓慢地滚动一下,放在他围巾上的手往上抬,用纸腹力道极轻地蹭了一下他的梨窝。 桑质后脊一将,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,段嘉许就收回了手,拇指和食指下意识摩缩着。 他站直起来,喉咙里发出一声笑。 怎么又脸红了? 他拖着尾音说。 还偷笑? 桑质脑袋发空,把围巾又扯得上去。 他强装镇定,垂着眼,含糊不清地说。 你不也在笑? 段嘉许饶有兴致的。 那你说,我为什么笑? 我怎么知道,你又不是第一天这么笑? 桑质绕过他,继续往前走,自顾自地说着。 别在这儿站着了,好冷。 盯着桑质的背影,段嘉许在原地站了几秒,忍不住又笑了,很快抬脚跟了上去。 上了车,桑质仍然没有把围巾取下来。 段嘉许没急着开车,凑过头,点儿郎当地说。 小朋友,坐车里还不解围巾啊,不怕闷着慌。 我捉脸上的东西。 我已经看到了,还遮什么。 桑质顿了一下,觉得有道理,伸手把围巾摘了下来。 还没在吭声,低头玩起了手机,又转头看向窗外。 借着等红绿灯的时间,段嘉许随意地往他方向瞥了眼,只能看到桑质的侧脸。 注意到他似乎是在发呆,指尖无意识地在窗檐上敲打着。 眼角下拉,嘴角上扬,情绪藏都藏不住。 没多久,像是注意到了什么,桑质伸手摸了摸自己唇角,表情僵了一下。 也许是怕段嘉许看到,下一刻,桑质很刻意地收敛几分。 段嘉许收回视线,眼瞼垂下,也笑了起来。 因为隔天是周末,此时宿舍里只有宁威一个人,其余两个大概是去参加部门活动,又或者是跟男朋友约会。 注意到门的动静,颖威看了过去,看到桑质的脸时,她吓了一大跳。 诶,你这脸咋回事啊? 哦,不小心喝到奶茶了,我的牛奶过敏。 啊,没事吧,去医院了吗? 嗯,去了,打了一针了。 哦,那就行,你这也太惨了吧,牛奶过敏的话,你多少东西吃不了啊? 嗯,也还好。 桑质把外套脱下,随口问道。 诶,你今天怎么没出门啊? 我出门啊,不过吃个饭就回来了。 我男朋友今晚要赶作业,没时间陪我。 诶,你呢? 跟你那个哥哥约会得怎么样啊? 听到这话,桑质安静下来,突然凑到他旁边蹲下。 凝威凑过头,把薯片递给他。 哦,你要吃啊? 我不吃,我刚吃饱。 桑质像条小狗似的,眼睛又圆又亮,仿佛在说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,声音压得极底。 凝威,我偷偷跟你说个事。 嗯?怎么了? 我哥哥那个朋友。 说着说着,桑质伸手,就乐揪他的衣板,笑颜弯弯。 好像有一点喜欢我。 嘿嘿,你这看起来怎么跟中文彩票似的。 诶,怎么发现的? 他跟同事说,我是他朋友,还跟我说。 桑质学着段家许的口气,拖枪带吊的。 还真把我当你哥了? 诶,这话怎么跟叫你别乱认亲戚一样? 桑质眨了一下眼。 你是觉得他这话是要跟我说一样关系吗? 话刚出口,宁威也觉得自己说得不太对,怕影响他的心情,忙到。 啊,不是,我就随便说的。 应该不是的,他的意思应该就是,没再把我当妹妹了,但也不是舒颜的意思。 桑质又回想了一下刚刚的事情,可认真的说。 诶,那他知不知道你也喜欢他呀? 不知道吧,我没表现出来。 你可以先装作对他没那个意思,让他追你一段时间。 毕竟男人都这样,要是他告白了,你立刻就答应了,他可能会觉得太轻易得到,就不好好珍惜了。 桑质愣了一下,乐乐的。 那他不追我怎么办? 呃,应该不会吧。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确定,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,我还觉得挺奇怪的。 这能有什么原因啊?那你为什么喜欢他? 长得帅。 啊,你这么肤浅啊。 还有,人好,对我也好,成绩什么的也都很好,除了有点老,没什么不好的地方。 你为啃着鼠片说? 嗯,那你也差不多嘛,除了年纪比他小一点,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啊。 那,我就等他来追我啦。 行啊,那如果他不追我的话,我要不,要不就去追他吧。 把桑质送回宿舍,段嘉雪回到车上,正想开车回家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 他扫了一眼来电显示,接了起来,很快便又挂断。 发动车子往室里的脱氧中心开去,脱氧中心里安静得过分,除了必要的时间,段嘉雪很少来这个地方,也很少来见,他这个在病床上躺了十一年的父亲,段志成。 医生说道,女夫妻,最近的状态不太好,已经卧床十年了,身体机能和抵抗力都很差,最近肺气水有点严重,建议是做个小手术,把部分水抽出来,不然可能会引起肺部感染,到时候就严重了。 医生,段嘉雪似是不太在意这些,淡淡的。 您觉得,他能行吗? 只要活着,总会有奇迹的。 段嘉雪只是笑,没对这话发表言论。 哪来这么多奇迹啊? 段嘉雪其实也根本一点都不期待,段志成能够醒过来。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,连恨意都半点不剩,残留的情绪也只剩下疲倦了。 段嘉雪低下头,看着段志成的模样,因为卧床多年,他的样子有了很大的变化, 整个人毫无意识,躺在那儿就像个死人一样。 其实段嘉雪还挺想知道,他到底有没有后悔。 很快,段嘉雪说回视线,温和地和医生们道了谢。 段嘉雪交了手术以及接下来两个月的费用,之后也离开了脱养中心。 这个事情对他心情影响不大,很快就被他抛到脑后。 他回到家给桑志发了条微信,提醒他寄的图样。 随后段嘉雪从冰箱里拿了瓶冰薯,想着桑志今天的反应,又慢慢回想着他醉酒时说的话。 我有个好喜欢的人,但他就是不喜欢我,只是不开心,怕人很好的,对我也很好的,但是他对谁都好,他对谁都好。 总不能让他这么伤心的人,真是自己啊。 段嘉雪总觉得不太对,这么多年不见,桑志如果真的在这段时间的相处里,对他有了除开哥哥之外的情感,那那句,他就是不喜欢我,是怎么得出的? 就因为他之前那几句,把他当成小孩的话? 段嘉雪思索片刻,而后给前飞打了个电话。 只想了几声,前飞就接起来,直接了当道。 给你一分钟时间说是,说完我要洗一洗。 你之前说的挺对。 段嘉雪灌了口水,慢慢的说。 那姑娘说的那个男狐狸精,好像确实不存在。 是吧,我可太牛逼了,我他妈真的恋爱高手。 也可能存在,很大概率是我。 前飞激动起来。 是吧,一听风骚浪荡无耻,我就知道是你。 那你直接上不成了,还在这儿太个屁。 不行,得追。 前飞莫名其妙。 你不都说他喜欢你吗,你还追什么? 我家姑娘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她,我得跟她摊个牌,让她开心一下。 少文艺,怎么就你家姑娘上了? 还有,这姑娘知道你知道她对你有意思吗? 不知道,我也装不知道。 言下之意是,得给我家小孩留点面子。 前飞莫名有点酸。 你可真有情趣。 行了,一分钟到了,挂了。 等会儿,你打算怎么摊牌啊? 没想好。 桑芝的十九岁生日,是她头一回不跟家里人一起过。 生日那天,恰好是周日,段嘉许提前跟她约好,当天出去庆祝一番。 桑芝安排了一下,中午和摄友一块吃了顿饭,之后回宿舍,等到约定好的时候便出门去找她。 段嘉许没开车过来,就在宿舍楼下,穿着她之前送给她的黑色卫衣和修身肠裤。 不,站那儿跟个大学生似的。 桑芝正想走过去,一旁突然有人喊住她。 桑芝。 她下意识回头,注意到江明就站在另一侧的树下,手里拿着个袋子,笑容清爽明朗。 我给你微信发了消息,你看到了吗? 桑芝摸了摸手机说。 哦,我没看。 没别的事,就来把礼物给你。 桑芝犹豫着接过。 谢谢。 你一会儿有事吗? 余光察觉到段嘉许似有若无的事情,桑芝莫名觉得有些尴尬。 她勉强笑了一下,指了指段嘉许。 嗯,跟人约好了。 这样吗? 江明扫了段嘉许一眼,似是有些遗憾,摸了摸鼻子。 那不打扰你了,我先走了。 桑芝白白爽。 嗯,再见。 说完,江明就往另一个方向走。 桑芝走到段嘉许面前,问道。 我们去哪儿啊? 段嘉许眼皮抬起,指尖勾勾勾那个袋子。 桑芝手一松,袋子瞬间落入她的手中。 她笑起来,很自然地说。 帮你拿着。 桑芝哦了一声。 哦,那你拿着吧。 两个人便往校门口的方向走。 段嘉许漫不经心地问。 那男生是那个男狐狸精? 就知道他会提起。 桑芝沉默几秒,打起十二分精神,认真对眼。 不是啊。 段嘉许若有所思摁了一声,过了好半生,还一直没有出声。 桑芝忍不住看了过去。 就在这时,段嘉许恰好停下脚步。 那你看看。 啊? 下一刻,段嘉许唇脚弯了起来,眉目烧脸,俯身与他平视。 几秒后,他站直起来,话里带了几分调笑的意味。 看完了吗? 什么? 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啊? 段嘉许语气不太正经,略显浪荡。 你说的那个男狐狸精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